哈喽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晨8点59分 11月26号星期五 昨天是11月25号 这是美国的感恩节 今天是26号星期五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黑色星期五 这里是纽约小镇的一个Costco超市 现在刚刚开门 刚才我看的门口也没什么人 稀稀拉拉的在排队 现在我就带大家一起进去逛逛 现在再下着小雨 这是门口卖衣服的 国内叫什么诺蒂卡 29.99美元 这是抓绒的 可能是促销吧都是 这是小孩的衣服 19.99美元 标马的鞋 23.99 这是你试的靴子 19.99美元 我们先看看电器吧 这是RG的65英寸的4K 1499.99美元 这台稍微便宜一点 569.99美元 569.99美元 这台是LG的65寸4K 899.99美元 今天还怎么那么冷清 今天还怎么那么冷清啊 这黑五 这台稳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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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卖电脑的 苹果 这是新款的iMac 这什么情况 暂时缺货 这是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这款好像有个优惠 13寸的 截止到12月11号 原来是1749.99 现在优惠450 现在价格是1299.99 这都是苹果产品 RG的冰箱 3499.99美元 微波炉 RG的499.99美元 燃气灶 这个大冰箱是2899.99美元 这是三星的产品 微波炉洗衣机 洗板机 979.99美元 这是服装区 它这边卖的衣服很便宜 男士仿皮的夹克 39.99美元 这也是夹克 29.99美元 这是女士的衣服 这是上衣 8.99美元 这是帽衫 超级柔软 9.99美元 这是小孩的 夹克 这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 这一家是29.99美元 14.99美元 14.99美元 有点孩子穿的 这是锅 餐具 餐具 这是刀 苍山 这一套是99.99美元 套装 杯子 两个杯子 17.99美元 这个好像今天有优惠 15.99美元 两个杯子 这都是小孩的衣服 这是成人的衣服 女服 男士夹克 23.99美元 这夹克很便宜 他这里卖的一般都是大众货 这是羽绒服 34.99美元 比较薄的 Levis 这条牛仔裤是29.99美元 五兜的 19.99美元 今天牛仔裤 价格还是可以 这是女裤 高腰的 14.99美元 现在有一个4美元的优惠 14.99美元 这都是女服 这个品牌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品牌 是属于纽约的品牌 这是长款的夹克 女士的 现在有10美元的优惠 是29.99美元 这也是女服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 29.99美元 乐器 这把吉他是179.99美元 灯泡 电池 这是卫浴 磕 磕磕的 这是磕磕磕磕 74.99美元 防水的墓地板 这是小橘子 这一袋是5磅 6.89美元 这是橙子 一盒10磅 10.49美元 青柚子 这是富士苹果 国内很常见的 这一盒是4磅 6.99美元 盒1磅是1.748美元 不知道现在国内什么价 这都是车用的 大家可以看看他这是机油价格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便宜的 莫贝尔湾 这是大蒜 一袋是2磅 4.99美元 和1磅是2.495美元 这是甜的洋葱 一袋是5磅 和1磅是0.798美元 一袋是3.99美元 土豆 一袋10磅 一袋是4.99美元 和1磅是0.499美元 这土豆还是非常便宜的 和外边其他超市比起来 这还有一种土豆 这一袋是15磅 一袋是5.99美元 和1磅是0.399美元 这个土豆如果要插土豆丝 还会是面子 菠萝 一个是1.99美元 看这菠萝是哪产的 哥斯达黎加 美国的海外托管地 这一盒黎是6磅 8.99美元 和1磅是1.498美元 这个梨搁一段时间以后 吃起来会是面子 芒果 这一盒是5.5磅 6个 7.99美元 和1磅是1.453美元 这很多东西看着 比起其他超市是便宜很多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还要交会员费 这一盒是4磅 6.49美元 和1磅1.623美元 意大利的猕猴桃 这是柿子 一盒3磅 8.99美元 加州的 大石榴 一盒6个 今天到优惠 一盒优惠一刀 一盒是17.39美元 和1磅是2.174美元 一盒是8磅 海椒 Costco的菜跟其他超市比起来 感觉有点贵 胡萝卜1磅0.665美元 一袋6磅3.99美元 三根黄瓜5.99美元 感觉有点偏贵 西红柿一盒是2磅4.89美元 这是甜点类的 老外的甜点能把人给厚死了 有机的豆角 两磅一盒5.49美元 甜玉米4.59美元 8个 这是生菜 这一袋是6颗 5.39美元 这些都是葡萄 说是葡萄 实际都是蹄子 有机芹菜 一袋是2.5磅 5.99美元 很贵 还有切好的水果 一盒3磅9.99美元 蓝莓3.89美元 这是烤的面包圈 两袋6.99美元 有好几个品种 这里就是他们做面包 做各种糕点的地方 这个是Costco的标志 烤鸡 价格还是没变 一只烤鸡是4.99美元 就是这种 就是甜点蛋糕 这老外做的味道 我是实在吃不惯 太甜了 这里面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 感觉还是可以的 这一盒是4.99美元 这一个五子西瓜是6.49美元 香蕉一把是1.29美元 一磅是0.43美元 这还有有机香蕉 这一把大概三磅1.79美元 和一磅是0.597美元 这些 这个卫生纸是16.99美元 今年的黑鲁Costco非常非常冷清 大家都看到了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叫黑色星期五 是这样有一种说法 就是 通常情况下记账 如果要是亏损的 会用红颜色的笔来记 正常情况是用黑颜色的笔来记 所以一般每年商家黑五都是赚钱的时候 因此管它叫黑色星期五 但是也有的商家不喜欢这种称谓 管它叫绿色星期五 因为绿颜色是美元的颜色 今天我就大概给大家拍了拍一些电器 还有一些日用品 食品原来拍过的没仔细拍 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黑五购物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朋友们留言评论 谢谢朋友们的观赏